香 为什么说男人是女人买房路上的绊脚石呢 是啊 因为女人要买房 男人要买车嘛 夫妻一件没办法一致 最后买不成 就只能眼睛睁地看着房价上涨咯 那买房到底是应该要听谁的呢 当然还是要听女人的啊 为什么呢 男人买房总是考虑太多 犹犹豫豫 等到要下决地买的时候 房价又涨上去了 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个更远 或是条件更差的房子 但是女人买房就不一样咯 女人买房是先天的本能 千万不要低估女人买房的效率和决心 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确定不会冲动消费 女人对事物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喜好 一旦她们决定要买房的时候 做的功课比你还多 对房价的敏感度也瞬间增加了好几倍 真的是这样吗 不然呢 而且女人买房更有远见 她们会考虑更多家庭的因素 比如说好学校 好环境 好医疗 这些都是房价会涨的关键因素 哦 学会了 听包猪婆香香一句劝 有时候听女人的话并不丢脸 让知识成为力量 教你成为包猪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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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